但是你唱的时候是 玫瑰的红 不要用这个声音唱 现在听到我的音色区别不一样吗 知道了 就是这样是玫瑰的红 玫瑰的红 我跟你讲 你虚一点难唱 因为你一旦位置把握不好 你虚一点反而容易破 但是你一定要练好了 那个音色听起来 让人没有压力漂亮 如果全部是用声音唱出来 是对你来讲 你控制起来比较容易 现在你比较容易掌握它 可是那个到后面你唱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你对比不了 因为你的音色是一个音色 头上的音色 你就是后面越扎实 只能拼命的越大声越大声 你只有这个 但是我 其实它这个大声是用音色来换的 懂吧 前面的音色是略微空和虚一点点的 然后挂到头枪上的 后面才咔咔咔用声音唱 所以你唱的不对 那感觉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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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的时候 期待的却是他利用 说来是在窗户 我不太懂 天空啊 你懂 是否幸福情乐太沉重 OK 停下来 好好 很好 不要怕那一个字没有翻上去 为什么 因为你强的部分了 当你一弱的时候 你发现好难翻呢 强容易弱难 所以说你基本功下来 那个弱功练的不够 但是这个声音 你再从视频里听 比你唱出来的声音好听 还不够 再收一点点好吗 再收一点点 你就每次觉得 要这个声音空的 不能使劲 软额上 不能使劲 OK 再来 你把这个爱的使劲地拉到口腔里面 发一点力量 更漂亮 哦 怎么样 刚才你就是 Baby 你就过去 Baby 给他使劲一点点 发这个字 发到口腔里 位置调下了一点点 虽然会难一点 但是呢 显得你的那个劲儿很足 因为这个字 你的爱 你的爱字 一旦立起来 在上面的时候 听起来少了一点点 少了一点那种味儿 你知道吗 尤其在现场的时候 对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练过美声民族 我后来自己 我也是不断的揣摩和琢磨 所以当时你给我发录音 我一听我就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了 你干什么 怎么调整你就可以了 所以好处是什么 老天给了你一把好嗓子 你不用再去求这个东西 你有 剩下的东西怎么样 把它刻画出来